手下最後一球很興奮 但因為今天又贏了 又有機會了 對 所以要繼續好好努力把握足 其實昨天拿下那一勝的時候 大家都有嘗到勝利的滋味 然後那個感覺真的很美好 然後今天在場上的時候 我發現大家特別有自信 然後今天拿下這一勝 我相信我們球隊會把這個氣氛延續到明天 對 然後其實真的蠻謝謝 可能是幾滴幾道或者是答案 這幾個在休息室製造氣氛 讓我們更歡樂 更有動力的迎接明天比賽 其實這個勝利比我們個人的表現 還要棒 還要開心 然後我們都知道這個勝利的滋味 真的是非常的不一樣 然後我們明天會拿下這勝利的一勝 我們大家都是為了目標 就是東京這個目標 然後拿下勝利了 然後大家其實蠻開心蠻感動的嘛 然後我們一樣繼續努力 明天重要的一戰這樣 58是一個很強悍的一個球隊 那明天我們所勝的投手 還有前場有出賽的投手 在今天休息後 明天會傾潮而出 在這麼大型的比賽 然後那麼多觀眾 我覺得身體 肢體語言是自然產生的 而不是刻意的 那像育成在打前衛打的時候也很激動 其實 每個選手都想要在場上有好的表現 尤其在郭人面前 所以明天 當然努力的 爭取這一勝 然後前進東京 這是我們的目標 然後明天就是全力以赴 那不留餘力這樣子 家人都有在看 然後我覺得是一種榮譽感吧 對啊 大家都很關注這次的比賽 然後真的是齊聚一心 因為我覺得應該是團隊的力量 對 因為不管是學長學弟 就我們大家很團結一心 然後可能才有那麼大的勇氣 去挑戰國外的球隊 對 所以不會去害怕他們 對 所以我覺得是大家很團結 所以有那個力量去面對 因為其實第一場那時候 結果不好 但是隔一天 練球 然後 其實就有 大家集合 講話 然後還有 心理老師 風哥 對 那時候 給我們很多 雞湯 對 所以 因為大家都還不想放棄 對啊 因為大家真的已經拼 拼到這裡了 對啊 所以 我覺得大家這種團隊的氛圍是很好 我覺得打這個本來就是有輸有贏嘛 那也沒有絕對贏球的比賽 那 其實輸球大家都蠻懊惱 因為 大家來這邊就是想要贏球嘛 那 第一場輸的也是給我們一點警惕啊 那也是讓我們想要重新再 再振作起來 那把每一場都要拿下來 那 今天 也是我們第二勝嘛 那明天就是 更關鍵 大家應該也是 會全力去把 自己最好的東西展現出來 來幫助球隊 我們在那邊圍圈圈就是 大家一個 精神喊話 對 就是 好想 對 這 提升我們自己的士氣這樣 早睡早起 然後明天好好比賽 拿下勝利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對啊 好 第二首歌是我們現在的星期 對 要二連三 三天三夜啊 為什麼 繼續連三下去 繼續啊 Keep going啦 中華隊 台灣的best